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童乐园的保留地作为自己的私人的招待所 成为一个政商乐园的消息 今天引发各界的爆炸了 严宽恒在大家的逼问之下 居然不承认那是他家的招待所 是他家的公保地 他居然说不是他买的 我们今天要告诉各位的是 那个买这个招待所的是颜亲彪的另外一个太太 也就是二妈的长子 就是他们颜家所拥有的 严宽恒已经没有办法面对各界的质疑 针对这个招待所这个公保地呢 所引发的各界的批判 尤其是超级大违建这个部分居然切割自己的亲兄弟 到底是如何 更接下来的是今天林楚音呢 在脸书上直接批判台中市长卢秀燕 说台中市的市长果然姓言不姓卢啊 因为这个超级大违建 按照所有的市政府的做法 应该在被揭露之后呢 立刻到现场去查看 如果是违建就要开始做拆除 而台中市政府呢 只微弱的做了一个回应之后呢 市长省影了躲起来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在公园当中的一块土地呢 被颜家市如何的拿到 如何申请了这个上面的建物的执照 而建物的执照的合法的200平 怎么会变成201平 而且在空罩上看起来是从小片大 长大长胖长长宽 卢秀燕你都看不到吗 颜家在这个颜宽衡 公布他参选之后 所碰到的争议 除了我们所说的在地牌破宫 自己住豪宅 还批判这个林静怡是空降的谎言 一一被揭发 颜家所掌控的郑兰公的财务不透明 香油钱有没有被无鬼搬运 每天都被各界追问的情况之下呢 颜宽衡在立法委员任内 几乎用恫吓威胁的方式呢 去逼迫台湾港务公司呢 他董事长张志青 叫他要小心犯法 叫他再三思 接下来经过提案经过公厅会 居然把一个台中港要自营公办的 一个105号码头的装卸业务 吃到自己家族所投资的 陈丰昌主手上 关于这个发展 所有的法律界人士跟政界人士 都明显的认为 他是触法的 这是有图理的嫌疑 这个案子颜宽衡跑不掉 今天我们要好好地帮大家 细细地来剖析 同时呢 我们也要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讨论的是 颜宽衡的草包衡的战术 透过他的韩国语 韩粉的发言人 用乌贼战术 用转移焦点 用编织谎言的方式来 攻击他的政敌 有用吗 在节目里面 也跟各位一一地来拆解 为各位介绍 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就是资深媒体人 陈东好 柯姐好 好谢谢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 于北辰将军 柯姐好 大家好 欢迎你 民进党的台南选出来的 立法委员陈廷飞 陈委员 柯姐好 大家好 好谢谢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 他的政治评论 跟他的 在一届的地位 是一样受到大家肯定的 罗俊轩 罗医师 柯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 现在他是政治评论家 也是打言高手 是文朗东 柯姐好 大家好 谢谢 资深媒体人 于美美 柯姐好 大家好 好 昨天的这场超级大违剑 一个招待所 这个严家所拥有的一个 成人乐园 政商乐园 而且呢 还不忌讳 这个媒体界的报道 严清彪还曾经公开过 在这个招待所前面呢 这个是哈 不掩饰他们所拥有的一个公园中的乐园呢 经过林楚音委员呢 踢爆之后呢 严宽恒 他的回应 是这样的 他说不是他自己买的 如此就可以掩盖 严家超级大违剑的问题吗 台中市政府视而不见 卢秀燕市长神隐 解决得了 严家是地下市长的传言 以及严家在乌日附近的南屯 所拥有的这个 应该属于儿童的休憩场所 儿童乐园的设施的地方 被严家施占 当地的居民不生气吗 我们来看 严宽恒今天怎么说的 公保地 那个土地 我忘记取得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 不是我买的 那取得的时候 已经有地上的建筑 地上屋的建筑执照 所以一切都按照法规进行 那也承诺 就是说 如果有政府有征收的必要 必须要拆屋还地 就是说 必须要拆除地上屋的部分 这也都按照法律的规范 财产登记 现金跟土地 比四年前好像有点减少 资金的合理运用 做生意有赚有赔 是转到股票那边 好像有增加还是什么 对都会 做生意的部分 有增有减 周一扣也难变成 这个选战的主角 所以这个会让我们很错乱 但是我们还是 我们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会按照我们选战的步骤 来进行 来请教郎董 光是一个 乌日附近这个 儿童乐园的保留地 变成了他们家的镇上乐园 昨天非常多的人说 大开眼界 再怎么样也想象不到 眼家的视力范围 超乎我们过去的 这个推测跟预料也 今天他又用这种方式来搪塞 而且还说不是他自己买的 那明明就是他的亲弟弟买的 跟他买的又什么不一样 这种切割的方式 这个是可以度悠悠之口吗 更重要的是 卢秀燕市长到现在 都不敢讲一句话 对啊 这个是霸占公共资产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说 在画面上 在左下方有很多绿色的部分 这个并不是这块地 而是另外一块公园用地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呢 在817地号这块地呢 他原本是要做儿童游乐园 他跟这个公园是连在一起的 他不是没有界线的 所以说呢 你带小孩子去的话 你不只是走公园 旁边还有儿童游乐设施 他应该是一个整合的公园用地 结果硬生争的公园用地 被颜家挖走了一块 等于是左下角那块 不属于他的地 他不断连买都没买 直接骗他们家的这公园公社 他的侧门就在旁边 直接可以在那边进出了 然后这一块817的这个用地 按照整个台中市的一个法规 在2011年4月27号 所公布的相关的一些 公共设施保留地的 一些使用规范里面就有说 他就盖着一个临时建筑物 只能盖200平方公尺 一平方公尺大概就0.3平 所以大概就是60平 这个建筑物远远超过60平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大维建是怎么来的 这个在建筑执照的一个查询系统 这个是一个公开系统里面 就有讲到是说 第一个他这个叫什么 民国102 102中都临时制 第00001号 为什么是0001号 表示没有人可以在这个地方 去申请临时执照 只有他们申请而已 这就是第一号天治第一号 别人做不了事情 只有他们可以做得到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是说 这个德昆泉是谁 他的总经理林方舟就是 盐清彪的媚婿 所以基本上就是自己人去盖的 这个非常明显 这姓名是谁 盐仁贤 就是刚刚讲到 那个盐矿人的弟弟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他是什么时候盖 他这边玄机在这里 他的楼梯板面积在建筑上面 写说是201.21平方公尺 法规不是说是200平方公尺吗 他还偷偷摸摸偷吃布 多拿了这一平方公尺 反正这一平方公尺 你说他是违建 那随时一平方公尺拆掉就好 这是在账面上的数字 所以这个账面上的数字 再透露一点是说 他们早就已经知道是说 规定是200啦 如果说按照什么台中市政府 这边胡说八道 这边解释说 这个是很早之前就已经盖好的 所以说不受这个法规限制 要盖800平方公尺 盖1000平方都可以的话 他干嘛会建造 只有写201 他就直接写801 写900写1000了 他写201就是他知道这样的一个限制 就是200平方公尺 大概60平左右 所以你看他做发造日期是什么 我们刚不讲说法规是2011年4月吗 现在是2013年6月24号建造 建造发完之后 还有盖好盖好在使用执照 所以你会发现的是说 这一连串的事情 就是他们已经设计好了 首先大部分的这些公保地 会去买的人 通常都是一些土地这个仲介商或是建商 买来的主要用途第一结税 第二他可以有机会去拿来换融机 然后这种投资的作用 但是他们在上面并不会大张旗鼓的盖豪宅 盖招待所 因为对于这个市政府来讲 一直行政命令下去 我下个就叫你拆掉 你怎么可能花个这个几千万在那边盖个房子 结果你不确定当什么时候被拆 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一个投资者 都不会做这种事情 但是盐家就做到 为什么 因为他就看准这块旁边是公园 他就在这边做他的私人招待所 因为他盐家的势力 在台中议会里面是副议长 现在他出来选立委 目的就是保留了种种特权里面的这一块 他私人招待所一个特权 所以说在这样的势力底下 他去参与政治 不是为了与民这个谋福利 是为了保住他严加这个资产 所以你这准央的事情 是多夸张在哪里 一般人他可能两三栋房子 这还很常见 他们家房子多到数来数去都数不清 然后逐渐的一直他们家住一直跑出来 所以我就说他们家可能鞋柜 还不过还有钥匙柜 上面要清清楚楚 写着每一间房子的钥匙 然后钥匙上面还要写好这个地号跟地址 不然会搞混 那闲聊的时候 吕湘俊俊提醒我说 其实他们用指纹就可以了 一个指纹就可以看所有这个门 一般正常家庭不会这么做 那如果你是来自于一个合法正当的收入 就好 收入财产不明 中间有利用特权的方式 去获得他们资产 到现在言慣他微弱的一个解释 就是说那个他不清楚 那个名字不是他 名字不是他 是你弟弟的 那你弟弟的钱不是你的吗 那你二十六岁的时候 就买两千万的房子 你第一次选立委的时候的话 就几十笔的土地 不就是言慶彪他这样脱产 用法派用各种方式 转移到你身上了吗 结果你当初 当初言慶彪喝花酒 贪污了 这个时候 言慣可能就在里面坐列其中 一起去开心 结果现在好像撇着说 这个都是家族的事 跟他自己的事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卢秀燕来讲 必须要站出来说清楚 他更不要去牵着什么林家隆 为什么所谓的违贱这个事情 市政府没有天眼 他不知道每个地方拿到哪里违贱 都是有举报的时候去拆嘛 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看到 这严家正问题 你看到问题 你就要去处理 现在是谁在执政 不就卢秀燕在执政 是台中市政府管轄的一个范围 为什么他们不能马上派员去探勘 发现是说他就是违贱 摆明就超过两百平方公尺 超过六十平 从控制造图来看 大概就六百平 他盖六百平的房子 你只能盖六十平 结果你弄到六百平 这就是什么道理 所以我认为是说 这件事情 卢秀燕他必须要很正面的去说明 现在已经不是 中央补选的问题 是整个台中的市政府 地方政府彻底蟲根烂掉的一个问题 面对一个明目张胆 这样的一个违贱 我认为卢秀燕跟颜宽 衡都必须要用最严肃的态度去面对 你把当时的所有的文件 空拍图这个拿出来 就一翻两瞪眼 推什么推 还忘记了 然后取得的时候 有地上务的建筑执照 取得的时候 如果他真的取得的时候的建筑执照 这个地上务建筑执照 那有执照跟有没有建筑物 这是两回事 那你就把建筑执照 合法给你的面积 以及建筑物的照片是什么 都供租给大众 结果讲了两句话就跑掉了 跟昨天的这个说法还不一样 昨天还是得意洋洋的赖给林佳龙 后来发觉不对劲了 因为违贱被举报之后 现任的市长一定要处理 对不对 所以林楚音才说台中市长信颜不信卢 今天卢秀燕的政治生涯 面临最大的考验 就是他原来真的是卢晓晓 市长真的叫严市长 他真的是卢秘书 这个是很糗 我们先看这个扣姐的背板上面 中间这张图 因为它上面有个一摆 辅寿什么 然后有一个建灵字 这个灵就是关键 就是临时建筑物 它是个临时建筑物 台北市里面也可以申请一些临时建筑物 临时建筑物有一些规定 比如说以前我服务在苹果日报 那时候我们李老板就想要在中间 这个两栋大楼中间要盖一个穿堂 那临时建筑 刚盖的时候呢 完全用玻璃这个封起来 然后另外做了一个谋 后来因为有人讨厌苹果日报 就检举 台北市政府检举 要拆 临时建筑 根据台北市的规定 你不可以变成是一个像 独立使用空间那样子 所以它不能有玻璃 帷幕这样子 我用苹果日报 因为我们自己日收经历过 因为检举以后就只能拆 而且不要试政府拆 苹果日报那时候李之音自己先拆 自己拆比较重要 好那你再回来看 看这个卢秀燕 卢市长现在的麻烦 你知道不久之前 他才去陪颜宽恒开记者会 他要宣布 他要宣布这个 成下中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所有人都帮颜宽恒背书 现在 这个所有权人是他弟弟 颜宽恒的弟弟 我还去拆颜家的房子 我去拆违贱的部分 这很尴尬 其实我没有那么讲 我从来没有想到 颜家的故事会多成这个样子 我知道颜家应该会有很多故事 你现在在儿童设施保留地 就在你的险区 旁边 南腿 这个很荒谬很好笑 你知道吗 就有恃无恐啊 当你现在跟林静怡在拼的时候 你要去拉票的时候 人家怎么看你们颜家啦 我觉得很多事情实际上在想 很多东西是有因果 因为这个土地是二房老大的 也就是捐肝给颜庆标换肝的儿子 二房就是你颜庆标的儿子 就是跟你颜宽恒一模一样嘛 颜庆标加颜宽恒 颜庆标加颜宽恒加颜人嫌 是绑在一起的嘛 他今天居然敢说不是他买的 用这个事情就可以一脚踢开 把他跟他的弟弟的关系踢开吗 这个维坚就跟你没关系吗 选举啊 选举从而不是自己的事情 因为有一项颜家 他选举一定是 一定是整个家族都会被大家拿出来看 所以 因为刚才有讲到这个105号码头 其实从105号码头 你可以看到 后来那个 颜宽恒在当立委的时候 他在质询的同时 是他弟弟的公司准备要进去申请 用促参条例走VOT 就是颜家发生这种事情嘛 就是你哥哥当立委在质询 然后弟弟的公司已经在你准备了 要去申请105号码头了 是因为后来 他弟弟的公司啊 自己撤签 圆宏公司 圆宏 后来他自己撤掉 因为那个投资门卡很高 那个要10以上VOT案 所以才有后面的尘封 可是 怎么会这一些事情都发生在你们家 再讲一个好笑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想过说 爸爸被把拍的房子 被银行拍卖的房子 我可以用法拍买回来 合不合法 我跟你讲真的合法 就是爸爸的房子被拍卖的 当儿子我把你买回来 在法律上你们很难讲 而且买回来要霸占很久 让别人都不能去拍 因为不只就那一栋 那你要看他有没有逃税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那个法拍过才很久 你没办法讲什么 你真的没办法讲什么 可是在正常人的状况里面 我怎么会让爸爸的房子被法拍 而且你怎么有把握 一拍二拍都不会有 我们都先不论那个 你说我们爸爸 那银行拍就在 然后那个房子要被拍卖了 我有钱 我当然是先去处理银行嘛 就是条纲的啊 你还跟他讲这个逻辑到底 我们在看颜家的故事 颜家真的是传奇 连结婚都可以三结两厘 那个表示他真的很爱他老婆 换来换去都是他 好啦 我们刚刚讲说 我用比较轻松 比较讨侃 比较幽默的方向 我们来看颜家 这样子的家族 然后他现在要选这个 中后选区的补选 补选立委 你不会觉得很好笑 很奇怪吗 他的直询 我永远印象中 我记得我讲过 颜宽人刚当立委的时候 不会直询 然后我看到他105的时候 咨询交通部 这个港务局的官员 咨询的蛮好的 威胁人家犯法 那个都不是这样子 我那时候第一课的想法是什么 颜宽人什么时候那么专业 原来稿不是他写的 不是 是你专业的原因 是因为你弟弟在后面 对 我的诧异点是在这里 颜宽人好不容易进步了 你会质询 你知道说新车政府要交接了 你知道说那个煤炭用量要多少 可是最后你们家投资的那个 那个煤炭仓储的公司的那个承载量 还超过台中港这个中火要用的量 就是所有东西都很荒谬 好 可是今天为什么会看到这些东西 平常我们真的不会特别去看颜家 如果不是这场补选 所以我常觉得事情有因果 但是问题是卢秀燕也逃不了啊 他会牵扯出来的这个人与事 包括他的弟弟们 不要怪卢秀燕 我不会怪他 为什么 卢秀燕你不怪他 卢秀燕根本就没出席 今天就应该去拆违建 可是他明年要拜托原刀 就不要连任了 不 台湾也要连任他怎么拆 你就不要被当选了啦 光是跟颜家的这些事情 光是这个违建 光是你那个中火的那个 挡天然气这个机组 然后继续使用燃煤机组 可以让他们这个严家的 这个装献煤炭业务继续赚钱 你这个卢秀燕把台中人当塑胶啊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可是卢秀燕要连任吗 所以他的连任的胜败 也在这一波啦 刚才讲的严人嫌 就是买这个大违建的招待所的 这个持有人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严金标 你严官行的东西也是 你也可以忘记了 也是你爸爸买的啦 对啦 出产给你的啦 然后严人嫌 我们刚才查了确实是 捐肝给他爸爸的这个 严金标的二房的长子 这个不只荒谬 还令人生气 这个传奇超乎我们正常的想象 郁将军 他的这个违建 已经伤及了台中市的 现在的这个市长卢秀燕 这个东西你几天之内不去查 不去拆 不去勘察 你无法面对悠悠之口 接下来他的105号码头的这个案子 很明确的 仔细的去看他的质询 看他的提案 看他的宫廷会 看他中间所做的协调 会发现他犯法 他有犯法的危机耶 结果他昨天打雾贼战 把这个叶宜金给拖下来 把林嘉隆拖下来 他的发言人这个张宇轩 还编造了一个故事 去喷到蔡其昌身上 用这种方式 打这个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的 这样的选战 可以吗 其实我觉得他这两个发言人 我慢慢发现他的真正功能 我们曾经看过一部片子 这个爆笑片 就是火云邪神 他说你要帮他出头吗 没有没有 我只想打死你或被你打死而已 我现在终于知道 他们两个这个发言人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我就是要告你或是被你告 就是这样子 我只要吸引到炮火 我就帮我主人有交代 那可是这件事情 我105号码头对颜宽和有没有伤 说句实话伤到了 真的伤到了 为什么说伤到了 以前你说郑南宫 颜清彪 还有他们家财产 怎么样把财产给他的事 我就爸爸有钱了 你咬我啊 我就我老爸有钱啊 你是羡慕吗 对我们是很羡慕了 但是你对他真的无可奈何 可是105号码头你不能再推给颜清彪了吧 105号码头的事情 你不能再推给妈祖 说你这对妈祖不尊敬 跟妈祖无关啊 妈祖就不进煤炭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是真的不能再推给这个 所谓的圣 就是这个圣人 神 或是推给这些庙 你没有办法再推了 你要自己扛 而且呢在2016年的12月 明明白白你执询了 而且你执行 三月份你执行的很明白 而且内容很清楚 每一条都是针对了 希望这个让他公开招标 希望走商港法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讲清楚 你不是说法院界吗 我说这些公开的资讯 你既然要出来选立法委员 那你当然希望清清白白执政 我们也希望选出来个立法委员 是最清白的 那你就要在这个时间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 你要把他讲清楚说明白 让投你的人甘心情愿的投给你 所以我说他说不明白 法院界 法院界的明白 事情代表的意涵有两项 第一个因为说不明白 所以交给法官查 第二个查清楚的时候 已经选完了 所以说就交给法官去查 这是两个目的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说清楚 另外我讲到 有关于这个临时建筑物的问题 其实其实台中市政府 规定的非常明确 台中市政府在一百零一年 的时候就颁布了 整个临时建筑物的管理办法 后来到了一百零五年七月 再修订一次 他把整个台中市政府的临时建筑物 分成六类 写得清清楚楚 他的第一类是包含什么 包含什么展售屋 就预售屋 包含了这些什么 那个这个办活动 体育竞赛活动 但是不能够砸根 不能打地基 你只能够临时搭个帐篷 或者是订一个这种木造的一个房子 叫临时建筑物 第二类是什么 包含了宗教庆典 我要办法会 我可以搭个棚子 那也要申请 你不能说在路边搭个棚子 就随便搭 要经过台中市政府临时建筑物的申请 第三类是什么 包含了你这个你临时使用 但是不是盈利的 我临时使用 也一样不能砸根 然后怕第三类 什么销售空屋管理 还包含停车场的围墙 那都要申请 我这款空地 我买来没有用 那不要浪费了 我把它打平了 当成停车场 做围墙 做一个管理庭 那都要经过申请 但是重点来了 这六类建筑物 他不是没有使用期限的 最少的期限 大概两到三个月 你就要拆除 你说我办个法会 不能办一年嘛 对不对 一到三个月 你要拆除 最长最长 你说销售屋 你说这些临时的建筑物 最长四年 真的没有办法 房屋卖得很差很烂 我这个这个销售屋 再增三年 最多七年 非拆除不可 这多久了 这二零一三年开始拿到建筑 绝对超过七年了 现在已经八年了 对八年了 那不得不拆啊 人家姓妍啊 可是可是你违反了台中市政府颁布的法律规定 他的临时建筑物法令规定 说我有核定 对核定 那这个规定 七年要拆嘛 四年不行 再三年 七年非拆不可 那不拆怎么回事 第二个不能长根啊 你的你的房子有根 你有地基 规定临时建筑物 就不能砸根的嘛 你就砸了根了 那台中市政府办是不办 如果你不办 那就是赌职嘛 那摆明的就是赌职嘛 而且那个基层官员可能会被告 你知道吗 一定会 要坐牢的耶 这只要有人告 就是赌职 因为你有法规 不做他丢饭碗的耶 那一定有上面的长官告诉他 这不要办 这不要查 第二个 有没有人告 我觉得这也是个重点 现在已经有啊 林楚衣已经举报了 要有人告 有人告你就非办不可 再补充一个内行人才会注意到的细节 他旁边的公园地不是他们买的 因为Google有街景车 所以可以还原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在二零零九年九月的时候 这是一块荒地 那块公园地 那块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搭一些 好像是这些人偷偷去种菜 棚啊 这根本就不是公园 可是到他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变公园的 大家点进去Google的街景车告诉你 2015年二月 那时候林家中才刚上两个月 根本不可能是他发包 他已经盖到一半了 公园开始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到了2018年的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他这个豪宅长出来了 然后公园变得很漂亮 意思是什么 这个公园不是本来就有 是为了颜家这块地 拿市政府的资源去帮他盖公园 哇 这个很神奇 而且是从胡志强时期 因为他们他原来没买地的时候 是荒地 买了地之后发包 然后开始盖 帮他把公园盖起来 第一次听到这种事 建商盖房子 还那个公园 你知道自己去做公社去美化 市政府帮他美化 他旁边这个公园 这种事情就是闻所未闻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去查到底是什么时候 去做旁边那块公园地的整修 因为这个保留地实在是太有趣了 可是一定要搞清楚 他有两个重点 这两个重点不要混在一起 第一个重点是 他怎么会去买这个公社保留地 然后怎么去拿到零食之道到现在的 第二个就是处理的 违贱的事情是现任的市长要处理的 对啊 所以你们家的国民党的市长倒霉了 他会波及他了 他今天就开始这个顾左右而言他 有用吗 可是非猜不可 这个东西非猜不可 这个东西不猜的话 对你未来要市长连任 会有严重的影响 卢孝英怎么选啊 明年卢孝英怎么猜 他不猜选民不会投票给他 可是他猜了 严家会跟他翻脸啊 说台中市只要家里 如果有点小违贱的人说比照严家办 对对 其实我觉得卢市长这一次 我觉得应该要借力使力 因为这个是这个是已经过期的临时建筑物 非猜不可 那你严家也没办法 你就被人家爆料了嘛 对不对 他没有补选 而且你就规定 你不能打地基 不能砸根 你不但砸了根 刚朗东那个图 我看了我就知道原来房子会长大 原来房子砸了根 他经过浇水 这个天气良好 他会长大 还长胖 也会长大 长大 长胖 那我觉得这一般我们凡夫 俗子是做不到的 这个房子往他们一众每天浇水心情的灌溉 他会变大变胖 那这个卢市长真的要去管一下 而且我很好奇 就是因为他2013年拿到使用执照嘛 那因为是临时建筑物 环工 你现在建管处要不要去看一下 他会要不要去现场拍照看一下现场 一定要 有没有照图施工嘛 对一定要 因为你要使用你要申请使用 你要拿到那个使用执照嘛 这到底消防什么都要去看呢 年轻标家的房子你敢去看吗 他要执照就要执照 可是不去看就不符合行政程序 对啊 他搞不好是后来长胖的 所以现在光是这个卢秀燕就已经这个无法面对了 今天躲 你躲得了 今天躲不了 明天再躲再躲 你也躲不了这个2022年年底的选举啊 更别讲 他是一个卢妈妈 妈妈市长 妈妈市长呢 你们这个台中市的一个公园 号称有一个儿童游乐的这个设施保留地 结果儿童的设施都没有 都是严价的招待所 那你这个妈妈市长怎么对周边的居民的这个孩子交代呀 对不对 这个到周边的居民屋日那一带 所移进来的都是中产阶级年轻选民耶 那你这个更别讲 接下来我们还要讲的就是你的105号码头嘛 刚才这个余将军说105号码头对他有伤害 可是这个他们国民党的辩解是说 今年初招标的时候 那个时候立法委员不是他呢 是陈柏伟耶 我请教一下余将军 听说你对严家稍有批判就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了吗 他是希望他是希望我帮他辩护一下 什么时候说的 对对对对 发言人尿尿小童打给你的 还是严青标打给你的 其实我们常常上电视的这些国民党籍的 应该要帮这个自己党籍的同志辩护一下 然后你答应了 我说可以啊 真相给我帮你辩护 他有给你真相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那我就不能乱讲啊 我说其实我们上节目说很多话要负责任的嘛 如果你真的是冤枉的被人家抹黑的 真相给我们 你打电话给他 这个叫他跟你回应一下 其实叫你为他辩护啊严家 他希望他说希望所有党籍的同仁啊 都可以为这一次的选 不管是公投还是为这个第二选区的尽点力量 那我们当然愿意 我说我也希望帮你把这个事情真理越辩越明 然后呢 可是真理要给我 那就没有传给我啊 就没有再传给我 那我想那我也希望知道真相 因为我认为 严宽航我也认识 他也不是这种人嘛 应该是把事情讲明白说清楚 那可是说他一切都已经交给法院去处理了 我们就司法侦查不公开 我们就不好问 你接受这个说法吗 我接受也不行啊 因为我不是当事人啊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说伤道了 因为今天啊 你说那个时候的立委是这个3Q哥是陈伯伟 那是今年初啦 对可是陈伯伟又不是厉害关系人啊 他就算他是立委那又如何这个他有没有他的他的家人他的弟弟他的朋友在里面当董事没有嘛没有那他当立委又如何呢他当立委去监督去找去找问题那是应该的啊那可是你当立委不一样 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年周标完成的时候盐宽恒不是立委没有徒利的问题这样子闪闪躲躲的一下我们好好的尤其司法记者出身的东华帮我们说我实在要追问你你是不好意思讲听说你对盐家的辩护呢让盐家觉得不满意 其实我说句实话我在节目上帮严家说了很多他们的强项啊很多强项是什么强项就是他们在地方的经营跟这个所谓的温暖的作为包含跟赵爷爷啊对不对这个今天有一个赵爷爷啊我们等一下讲这是很温暖的作为我都有帮他们在说可是他们觉得你是在嘲讽他可是他觉得你这样子好像有一点反讽啊真的还讲我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我真的是很我真的是你到底是嘲讽还是真的帮他辩护我是真心诚意的帮他辩护我是我是善良的啊 我是善良的因为我觉得本党同志自己人嘛结果你讲半天发现因为你讲的心虚嘛我没有心虚我有脸有红吗没有啊我的脸不红气不喘我讲的是可是真的我实在是很多事情我说不下去因为我没有真相我没有真相没有办法帮你做完整的辩解我没有办法像我们业元之议员一样那么抑正延迟我的功力还差你的脸皮不如业元之厚所以他当议员嘛所以我没有当议员哈所以但是呢我真的是陈毅权因为帮他做一些陈毅 但是真相要出来但是今天这两个题目他们有给你答案吗没有5号一连我码头跟那个超级大文件他说已经进入这个法院的司法程序就交给法院来审理那我说不行这样子止不了血啊人家各台不会接受你这个说法会不断的去去再讨论去去说明那怎么办他还是一样一切接受司法的安排你小心我告诉你法院见了 法院见这个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讨论那要请教这个梅梅你所了解的这个所谓的105号码头这个事件呢其实第一时间是陈世凯他在这个我们的前面呢台湾最前线节目里面讲的我看到了之后我又问了他一下那个时候我就知道105号码头其实今年6月10月台电就用他来装卸煤因为我们问了这个相关的业者所以第二天我在脸书上写 写出来那我脸书上写出来之后你知道吗多大胆他们那个尿尿小童张玉轩呢就五点驳斥耶然后五点驳斥的第一点就是说105号码头跟台电无关结果马上被停飞问了台电之后打脸嘛第二他说那个招标案是林佳龙交通部长任内就今年出这个出的时候给核准的第三他还说呢他们家不做煤炭买卖的这个业务我们没讲你是煤炭买卖的这个业务我们没讲你是煤炭买卖的这个业务 买卖的这个业务我们没讲你的是装卸煤炭啊 装卸跟储存所以他就给你在那边颠倒黑白做那个辩驳啊结果当天又被我打回去了这个是上上个礼拜的事情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最后呢在这一波陈世凯也出来做这个更深一步的说明之后进而揭发这个事件的很详细的把颜宽恒的质询跟提案跟立法院的公报跟公报的 公听会的公报揭露出来的是林传媒是徐忠雄红派大哥啊做董事长的这个媒体的在地记者做的耶所以红派的人都看不下去了接下来我们才恍然大悟因为我们跑这个立法院也没那么大的本事会可以了解这么细所以这个记者是值得称赏的但是这个记者我们要访问他他也不敢因为呢他在台中这个受到很大的 压力但是不管怎样这个事件就这样啊余将军你现在知道了吧他们严加不能说的我们说给你听就是外界的质疑结果我们比对出来发现他确实是有恐吓人家呀他难道不叫恐吓吗他说你自营进口煤炭码头舍弃商港法一采购法的方式办理本息认为这么做不但违背政策而且有犯法疑虑本息要请港务公司三司我吓死人了 然后呢几点提案里面呢关于这个所谓密闭式的新建的这个提案呢把人家这个业已经给出卖了业已经今天生气了他说他跟他没有私交提案根本就是为了环保跟你利益你没有利益回避你自行负责我们先请罗医师啊你听完我们这一番讨论之后你应该也义愤填衣血压升高吧拳头硬了我觉得这一次报清天的案子 演了这么多礼拜过去报清天是单元剧大概听一听就宣判了可是为什么这次演这么久案情太复杂了很多事情呢在当初罢免案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到一个头现在呢整个像漏粽一样整天看起来所有事情一一的呈现那民众什么想法呢民众觉得有很多人需要疼惜我第一个要讲的是中二选区的居民们 乌日雾风大渡龙井杀戮这些民众你们辛苦了这个问题在地方持续了几十年地方的发展很多的权益很多利益被转到特定的事业身上对你们是不公平的第二个博卫委员你辛苦了你确实被错怪了你确实被伤得很重 林静委员你辛苦了继续努力全国都在支持你最后我要讲的是卢市长你也辛苦了为了台湾的民主政治能够长远的发展请你这次也务必要硬起来所有人都在看这件事情刚刚提到好多事情我现在恍人大悟说为什么当初地方势力在宣布参选的时候呢所有人挤在那个法拍得爱的房子里面呢 有市长有老市长有议长有议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势力可是在宣布参选的过程中没有人拿着好彩头没有人脸上有喜气洋洋的感觉甚至没有人高声地喊说动算动算为什么因为你们心知肚明在前面的罢明案之后再来一个补选有很多的卫报弹在台湾民众跟媒体的瑞织之下会慢慢地浮现出来 现在就是在爆发可是爆发之后呢不是只有参选的有政治危机啊没有参选的危机也很大今天不参选明年也会参选 而且这个动摇的不是只有一个候选人是整个政党最近 最近日本有一部戏叫做日本要沉默嘛我要讲的是说有一些百年的政党真的快要沉默了这件事情呢两个奇妙的数字一个叫做817它是一块在台中市封树里的地号另外数字叫105号码头各位这两件事情为什么大家会义愤填膺 因为它都有一些我们说的不当不法的利益转到了特定的势力当中 那有人讲说你又没有证明啊反正没有宣判说有没有不法可是我只讲一点我讲一个重要的部分是 它都违反了我们长远长期在台湾生存的一个观念叫做人民的经验法则跟情感 2004年有人在刚刚说的封树里817第2买了公保地公共设施保留地各位因为它是公共设施保留地所以一般人不会去买它的特色是什么就很便宜啊对不对到了几年之后呢有人申请了临时的建造很特别的是为什么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某些人就是敢做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市长说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因为老市长说他是好人啊而且他自己也信誓旦旦的说我是土地的主人这个土地不是一般民间的用地啊还包括这些我们说的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所有权是他的他当然是主人啊那么最后是他说我是在地人我熟悉当地的一个操作方式 后来呢过了几年呢真的盖好了 使用执照拿到了我们要问的是当初的使用执照说的是200平方米后来盖出来这么大的一个建筑物你觉得他到底有多少平方米 他有没有违反我们说的台中市都市计划很长耶 公共设施保留地临时建筑使用标准 一看就知道有违反 所以我刚刚说的其实为了台湾民主政治行为发展 所有政治人物都必须做你该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提到说这个刚刚说的台中港的105号码头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有人出来看一遍说这没有部罚全部都是合法啊 我跟您说立法委员虽然说票多的人当选 可是不要忘记哦如果票多你做的事情不符合立法委员该做的事情 你是会被提早请下台的 在台湾我们有一个立法委员的行为法 各位它规范的很多哦 它连立法委员的这个关系人都讲得很清楚哦 包括公费助理都是关系人哦 为什么要这样规范 因为就是期待说民众辛辛苦苦选出来立法委员 不要做任何可能汤彰王法的事情 鱼肉乡民的事情 那么现在有些味道我们嗅到了 我们不应该仔细去检视吗 况且这个只是最基本的一个道德行为标准 如果拿这个来当做借口 而不去深刻检讨自己所作所为 这样是辜负了台湾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期待 那我也要讲的是说 这个立法委员的行为法 它是一个道德行为标准 总共31条 如果把最后一条施刑日期扣掉 实质是30条 你知道吗 第五章讲什么 它就讲利益回避 总共有6条 30条里面有6条在讲利益回避 所以当立法委员最重要的道德标是什么 就是利益回避 这件事情不是法不法的问题 层次不一样 它是一个道德上的要求 因为你掌握了工序 你可以分配社会资源 你必须苦民所苦 我刚刚讲中二选区的民众 你们真的辛苦了 几十年来有多少多少资源 本来应该是回归到地方的 可是你们分毫都没有拿到 刚刚回过来讲 105化码头的问题一样 如果这个事情一样是 国家坐庄 国家经营 对空污造成影响 至少有一些我们说的经费 可以回来改善民众的健康 这个是一个我们说得在政治上 这个权衡之后的一个结果 可是如果这些事情转到私人所上 那就问题很大了 那么我们要讲的是说 105化码头问题在哪里 有很多人拿出一些挡箭牌 他说这个业余金我员 他自己共同提案的 他要负责 我跟大家讲 很多时候相装五箭意在配工 人家只是去那边 不知道你到底在玩哪一套 况且各位一定有听过 所谓的逆向工程 刚刚讲的这个105化码头 其实就是逆向工程的最佳写照 它是倒过来做的 没有人知道你的最后结果是 要让家族去碰出这一个本来在行为法上不应该碰的东西 所以跟你去提案的人 他满腔热血 他看到是工艺啊 他看到是空污啊 他看到的是说不要与民真理啊 他看到是希望国家产业能够正常发展 他不知道有人有不同的想法 最后逆向工程成功了 其实逆向工程本来是一个正向的词 他是说一个经营商业的人 他很有眼光很有头脑 可以先射飞标再发吧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社会公职的人 逆向工程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词 他告诉我们说 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事情是有法律上的疑虑啊 说法律上的疑虑其实是客气的 我们回过来看贪污治罪条例 各位第六条第一项第四第五款说什么 他说如果对于主管或监督的事物 明知违背法律 讲一堆说 最后利益到达你的势力控制的范畴 第一项第五款说 如果是非主管监督的事物 最后利用职权机会 把这些利益转到你身上 你就可能构成要件该当 该当就是会违法 那么各位我们想说 为什么第四款第五款 要分别去讲说 这个主管监督或是非主管监督 因为他就是怕有很多人 耍弄小聪明 在中间找文字的漏洞 刚刚有提到说 不是找直系啊 找旁系的啊 找其他人来经营啊 各位如果我们金流去看 我们就知道 庭负委员在这里 我们在法律上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实质啊 经营不是谁挂负责就谁经营啊 金流怎么趴 谁是最后得利者 他就是实质的经营者 所以回过来看 他就会成为什么 成为立法委员的关系人 所以我觉得念了这么多东西 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 一直有一个人在讲说 到底现在是地方势力在选 还是林静怡委员在选 还是周玉寇在选 我上次讲说 任何台湾土地上的人 都有资格来讲一件事情 但是像我要讲一件事情 是更重要的是 我是一个医生 我用医学的概念来看 台湾就像是一个人体 中二选区是身体的一个部分 过去台湾整体大选的时候 全身都是发热的 因为大家都是情绪沸腾 我们没有时间看到 哪里有感染 哪里有病灶 这一次只有中二选区 一开始发现那边好像是发炎 过去陈柏惟是一个强效的抗生素 用药下去之后 曾经让这个发烧就退烧了 后来发现说细菌很顽抗 再度烧起来 这一次呢 扣扣警就是那个很有临床经验的人 他说这不是单纯的发炎 这后面一定有问题 给他照一张CT看看 结果电脑断成扫下去 发现在肝脏后面有个肝农氧 好大一颗 抗生素是打不下去的 所以现在换成林静怡医师 他是一个妇产科医师 他接生过7000个小孩 他是用手术刀的 他觉得这样的肝农氧 除了抗生素之外 我们可能要把它引流 把它切开 细菌才能把它抓出来 这就是全台所有民众的期盼 这不是单纯一个选区的选举 这是台湾民主价值能不能生化的关键时刻 所以我们在意的不是只有中俄是不是选上 我们要的是说 民主能不能落实生化 如果身体某个地方发炎 你不处理 这些细菌跑到其他地方 各位我们知道一些县市好像也快要发炎了 到处都发炎 最后是什么 会引发人体的败血症 台湾会休克 这个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硬起来 把这一次的拨乱反证确实把它做好 请继续锁定民事台湾台 那新闻152 民众口中这栋豪华独栋别墅 就是外传严加的私人招待所 但不再杀戮 而是在南屯区永春东三路 距离高铁台中站 车程只要4分钟 被立委林楚英发现 其中大有问题 如果他不是在公保地上面 那包括他的整个的 包括地价或是房屋税 肯定都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在这样长期的使用下来之后 他也就获得了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 这块土地原先在都市计划中 是被规划作为儿童游乐场的公保地 但持未征收 严加出手买下后 赤姿盖了奢华私人会馆 这个整个建地的建坪是 2200多平方公尺 建物不能超过200平方公尺 那大概就是只能在这一块区域当中的 十分之一 但是从空照图上面可以来看 它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一 那么多出来的地方是不是违建 那么就请台中市政府 现在就应该好好的去清查清楚 这栋日式设计的独栋别墅 高耸外墙 重满昂贵 绿色植栽 营造清油环境 门禁森严 三处路口都装设监视器 而现代感十足的主建物 占地670多平却疑似超过整笔土地的 三分之一 孔有违法之嫌 公保地 那个土地不是我买的 那取得的时候 已经有地上的建筑 地上屋的建筑执照 所以一切都按照法规进行 他就是告诉大家是谁买的啊 不然怎么会在他们的手上呢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也希望台中市政府 赶快对这个案子做调查 儿童游乐场公保地 盖成豪宅 2004年购入 2011年申请建造 2013年完工 媒体人周玉寇在脸书开炮 这是投机大为鉴 抢夺阻挡儿童游乐场的开发 还把国民党及前后两位市长 胡志强 卢秀燕都骂进去 昨天呢 林楚英是拿出了相关的这个文件 以及呢 这个是Google上的空拍照片 然后做比对出来呢 发现这个是2004年他们买到的 封树里的这个公保地 公共设施保留预定地 然后到胡志强时代呢 他是2011年申请建造 2013年完工取得使用执照 那这变成他们家的一个招待所 就形容成为是 岩氏家族的政商乐园 那他要求这个卢秀燕去查呀 那结果呢 昨天第一时间呢 要请教这个亭妃的事 岩氏家族第一时间还去那个 酸这个林楚英 还叫林楚英说啊 你去想想林嘉隆不是做过市长吗 哇 有事无恐耶 这个把责任都喷到了林嘉隆身上 结果今天发觉不对劲了 因为呢 林楚英拿出了更多的证据 就是说这个是违建 向这个卢秀燕台中市政府卢市长举报啊 结果他记者呢 今天追着他 他没有办法用发言人做挡箭牌了 结果他的回答是 已经忘记这个保留地的取 公保地取得时间不是我买的 取得时候也有地上物的建筑执照 一切都按法规进行 如果有征收必须要拆除愿意配合 如果唯物面积超过规定会依法处理 就这样子这个一推这个五四三 问题是说买的人是谁 这个建造人当时申请 这个是林楚英今天所公布的 这个他们的零建制的一个 起造的一个建筑物的一个申请的表格 其中的这个人就是颜仁贤 颜仁贤就是他的亲弟弟 是同父异母的这个二妈的长子 对不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另外呢 这个儿童游乐场的这个场地的建筑 执照存根查询系统查到了 他所申请的总楼地板面积是200平方公尺 他说取得的时候已经有地上物了 那可是问题是说政府那个市政府核准的时候 是2013年因此颜仁应该今天开记者会啊 把你们家什么时候取得的 建筑执照什么时候有的 然后这个公共保留地 他为什么没有被征收说清楚啊 谁敢征收副议长家的公保地啊 这个要请教廷飞 你做过台南市议员啊 对不对 这种这个做法 按照一般的标准来看 市长今天就应该下令去勘查 有违禁就要拆除啦 结果卢秀燕居然躲起来了 还让市政府弱弱的回应 说这个法规上面是没有规定的 刚才朗东揭穿了 那个法规是他们台中市政府 自行解读的捏造的啦 基本上我要跟大家报告 公共设施保留地 基本上有非常清楚的 如果你没有特殊用途 你绝对不会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这是原则因为没有人会去买一个说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征收 现在全国没有征收的公共设施保留地 可以说是太多了啦 基本上因为配合整个都市计划的一个发展 很多道路的部分 公园设施的部分 或是停车场的部分 都是属于公共设施保留地的范围 但是因为我们政府的预算有限 很多都已经被编列 但是年久都没有办法被征收 所以根本没有人会去买 所谓公共设施保留地 除非你买所谓的 这个公共设施保留地 是要去抵遗产税 我们过去公共设施保留地 是可以抵税的 然后抵遗产税的 但是也是先觉得要件是 你没有现金才能用公共设施保留地 下去抵可是现阶段我们看到说 你一个有钱有势有权的人 会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你的用意是什么 因为绝对不可能征收 因为没人敢去征收 那如果征收后可能一日 那我说可能他们家就要去 这个调查站喝咖啡了 因为你买了之后 然后再被政府征收 表示你知道啊 这会有所谓利益的问题 有这个内线交易 没错 赚钱的问题 没错 会有所谓你事先知道 然后去低价买到这个公共设施保留地 然后再由政府征收 犯法 对这是犯法的啊 这是犯法 所以我相信他自己有权有 是有权的人 绝对不会是做这样的 可是另外一个方向是 我们要去讨论的是 到底这个建物是什么时候存在的 你是不是就是要利用这个建物 也就是说我盖了这个建物之后 我要去做什么其他用途 就像他现在嘛 变成是豪宅一样嘛 招待所一样嘛 那我们要问说 其实颜宽你不用坐啦 你不用这样子变 你其实你去调空造图 你调空造图 你看这个长得好大哦好胖哦好高哦 没错就是第一时间 在第一时间你还未取得之前 空造图这个建物有没有 有没有存在 如果有存在的话 你说大家好像冤枉你 对啊拿出照片拿一翻两眼嘛 就是说你把照片就是说 在你取得这一块土地之前的空造图 跟现在的空造图比照起来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台中市政府调得到 台中市政府应该公布 为什么台中市政府多多长长的 碰到跟颜家有关的事情 今天卢市长已经不见了 没错 所以其实颜宽你今天 你你知道 你说记者一定会追问你这个问题 你其实不是用嘴巴讲 你应该是就把这个空造图 很快的时间调出来 说你们误会我了 我在什么时候取得之前 他就是长这个样子 比对之后就OK嘛 你干嘛用嘴巴讲 嘴巴讲是你讲啊 所以可见了在他取得之前 一定有问题吧 那楚音讲的说 他是在胡志强的时代 去取得建造 临时建造 还有使用执照 那你要反驳林楚音 你也是把这个资料拿出来啊 说我是什么 这块土地到底是什么有建物的 我根本就不是在什么时候 去取得建造的 可是还是没有啊 他东西都没有啊 就用嘴巴讲 所以我觉得今天 会让大家不要质疑的是说 你今天只是把所有的问题 都怪给林嘉隆 你说 哎 前面还有一个林嘉隆啊 没错啊 前面还有一个林嘉隆 但是不要忘了 现在因为公共设施保留地 我们知道有很多 人的土地 因为政府没有办法征收 那现在就有一个权衡 就是说如果你在原先 就已经存在的临时建物 那我既然没办法帮你征收 那我就不可能去拆除 你现有的临时建物 所以我都会让你保留 等到我给你征收的时候 才又拆除 所以今天 当然林嘉隆市长不可能去拆你啊 你在胡志强的时代 你就去做了这个申请 你盖了这个房子 那已经在我林嘉隆的时代 你就是已经既有的 所以要查的是胡志强 跟前面的这一段关系 为什么你胡志强可以给他建造 他如果说是一块空地 公共设施保留地 是不能有建物的哦 他要临时建物也是要有一定的条件 比例 对比例跟条件 10分之一吧 对不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200平以内 所以200平方公尺以内 所以在这个部分 到底前跟后 你都没有讲清楚 你只是一味的把责任推给林嘉隆 还有他推给林嘉隆 也不止这个啊 今天又推给他弟弟了 对啊 他这个都不是他 我想大家还记得 他105号码头第一时间也出来讲嘛 那是林嘉隆部长的时候 上个礼拜 对错了 我们要讲 我还是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台中港105号码头的营运模式 既煤炭管理政策说明会 在这个时候哦 他就已经变成要这个公营改民营哦 2016年9月22号 请问当时候交通部长是谁 又不是林嘉隆 这个时候就已经要改为民营了啊 这个说明会 这个说明会 这是当时候的简报 这个写得很清楚就是9月22号 根本就不是林嘉隆当部长 所以你看他现在就是搞乌贼战 因为林嘉隆是林静怡的主任委员 所以呢他现在就把责任还有这个乌贼然后乱喷一通 结果你看两个都抓包嘛 这个所谓105号码头从公营改为民营 哎我们质疑你有质询过 你质疑你五次的质询 然后把它搞成变民营的 然后你又把责任推给林嘉隆部长 我们现在打脸你那时候不是林嘉隆当部长 第二个打脸你是你说你要猜林嘉隆部长的 林嘉隆市长的时候就猜了 错了 当时候是已经既有的建物 你要问胡志强到底这个建物什么时候来的 什么时候申请的 为什么他可以被核准 所以是胡志强的问题 那现在因为大家已经举发了 既然已经举发了你有长胖长高 那属于跟原有的临时建物是不一样的 那你卢秀燕市长要怎么处理 所以这是两个阶段啊 你怎么会把完全无关的林嘉隆市长把他扯进来 然后胡志强也不说 帮你的胡志强你也不敢说他 帮你的卢秀燕市长你也不敢说他 这是什么道理啊 所以他们家经不起检验到今天还在赖瓶 然后我说你要坐牢了 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我昨天说 他说法院建 是啊 你可能要进法院 那宇将军你跟他的朋友说一声啊 那美美 我先说你发现他的操作模式是这样子 如果跟他们家有相关的 他的家人有相关他就用切割的方式 哎呀招待所那个我弟弟的 那其他的我父亲的事情 那是我跟我我自己的事情跟他父亲切割 跟他兄弟切割 可是如果非跟他们家有关的 只要能够沾到一点边的 我就把你拖下水 林嘉隆被他拖下水几次 那个招待所被他拖下水一次 105仓库被他拖下水一次 现在连易奕已经都拖下水了 好我们要破解他的手法是什么 第一个我请问一下 这个105号码头的事情 是不是2016年元宏投资 那个时候已经你弟弟的嘛 对不对在那边当这个负责人的 这个元宏投资都已经有申请了嘛 那那个时候你当立委嘛 是你伸出来的东西耶 你在国会咨询耶 你雨带恐吓 你一下说人家藐视国会 一下说人家违法 然后一下子呢 又把人叫到立法院来 是不是来问 还叫到他办公室去 对叫到办公室去 我请问一下 林船没说的 对这是不是给压力 这当然是嘛 立法委员有几个工具啦 我可以告诉大家 停飞在这边就知道了嘛 好的立委会用质询来为民谋服 好的立委提案是为了公共利益 好的立委删预算 把关预算 是为了要为人民的荷包来把关 可是不好的立委是什么 刚好一切反其道而行 当初你盐宽恒在质询的时候 请问一下 叶宜已经会看到你说 对啊 不错啊 不要与民争利啊 然后呢 要这个为了环保嘛 所以要密封式的嘛 不要露天来装卸嘛 看起来都是好的 可是他不知道 原来你盐宽恒在质询的时候 你是为了你家在布局不是吗 那个时候乘风仓储还没有出来嘛 元宏投资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兄弟叫盐宏权 又不叫做盐宽 盐宽恒 对不对 也不叫做盐清彪 就大家知道的名字 所以 大家都不知道嘛 你这个你也难得来咨询 你这个提案看起来是为了环保 为了大家这个好的 好我就签了 就这样 多年之后要被你弄出来 这第一个 非常不道德 第二个 你说 那个时候核准的时候是林嘉隆 对不起 2016年的时候 你法相庄严的 在为你家铺路布局的时候 交通部长不叫做林嘉隆 国民党的啦 陈建宇 开手内阁 对不对 那我请教你一下 你当然如果说你的一切看起来好像是合法的 那当然就准了嘛 而且这个案子有报布吗 我看媒体报道也没有报布啊 那我们交通部长说现在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王国才说好像也都是合法的嘛 好这一点呢 这个昨天 就是管法嘛 我告诉你 要停飞 这个案子 梁文杰呢 这个在一次 我跟他私下讨论的这个当中 他认为其实这个案子应该终止 这个合约应该停止 因为无法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 你们的交通部长王国才昨天讲这个话是有问题的 而且你们的这个当中的港务公司的相关的人士在回答的时候 明明是也承认他被约谈过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个案子不重新查呢 停飞 民进党的执政当局是不是需要 我立刻终止这个合约 我请教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初他不用促参法 他处心机率要把他排除掉 为什么 他策案 这个我可以回答 因为我跟你讲 没有 这里面有个美港 要10亿以上 对所以他策案 所以他就是要把他搞掉 然后就用香港法 可以门槛太低 这边我查整一下 我问你嘛 需不需要终止嘛 我们韩话行政院长苏贞昌 你们民进党政府被人家骗到这个状况 现在社会各界大法 沸沸沸沸的在讨论 还要让他拿这个合约吗 他不只策案 他杯葛 他一定要用伤港法 为什么 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要这么讲 因为从袁宏变成成峰 在法律上这是有美港 因为不同的公司就是不同的法人 这就是颜家后面有高人 因为这个成峰的董事长叫张青棠 已经不姓颜 颜家变成是四分之一的股东 这也就是颜家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去小心 我跟你讲 不要急 第二个 因为颜家后来就变成四分之一的股东 好 可是问题的重点在哪里 就这个 这件事情里面为什么要查 这个阶段我觉得是应该是 廉政署或郑峰进来查 当然 交通部就应该赶快主动的 教那个廉政当局查压 我觉得交通部像王国车部长 这时候你不要多讲 因为当年他是夜管这个港口的 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不要多讲 因为我们要先保护工人员 因为工人会有委屈的 我看过 我跑过太多案子 关缩的没事 被关缩的工人员后来有事 所以要保护 我一直在讲保护工人员 让我把它讲完 为什么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应该先进入调查 调查结果怎么样 以后再说 先调查 终止合约 终止合约一定要先走完调查 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要我们去看这件事情 因为第一个 他利用的时间点 在2016年新旧政府交接的时期 那是张善政内阁的看守期 看守期原则上不做重大决定 这是OK的 但是 我们那么讲 我从来不知道 严宽恒这么会质询 他质询完之后 是他地理的公司进来 105号码头 就是用促参条例 促参条例就会走到VOT 就会找到你妹妹刚才讲的那个10亿的上限 等到他们走不下去 他走不下去 不只是抗争 他们家没有经验 因为你要知道 全自动一贯化的一个 这些大宗物质或者是煤炭的这一个装卸 不是你有钱就会做的 没有 你一定要有经验 所以后来 这案子就拖 拖了两年还三年 他们走不下去的时候 才回过头来 找了另外两个有经验的藏储公司 就是台中港公司 那个不是台中港 那个是台中港公司 那个是当地既有的业者 名字叫台中港 跟德龙公司 那是都是有经验的 你要有经验的人进来 然后他们家再找了张清棠 所以变张清棠当总 所以结论就是 从严宽宏执询了之后 严宽宏以立法委员的职权 去冻结预算 森林预算 然后执询去威胁人家 把官员叫到办公室之后 结论是你们家 他从头到尾在弄 你们家得利 这有什么好讨论的 还有一个问题 这有什么细节都不必讨论的 光是这个头跟这个尾 人民可以接受吗 政府可以接受吗 交通部还敢说没有弊端 我们要追追追追追追追 你在法院间我也不怕你 所以于将军你也不要害怕 他们这个 这个用各种这个 暗示的方式威胁你 我告诉你 我不怕 为什么 因为全台湾的正义 就是我们的力量 而且呢 他根本就是一只紫老虎 这个很重要的是 他的发言人呢 是一个说谎专家 这个东豪帮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他们居然还把104号码头的 蔡奇昌跟建新公司之间的关系 当成一个影子 然后说他们拿到了105号码头 是因为挡了民进党的财路 所以呢 这个才会有这一段的揭发耶 这是完全是杜撰的 编造的 根本就不是事实 更重要的是 这一家建新公司 曾经的子公司 他的监察人 曾经就是他们严家的人耶 所以这个家伙好大胆 这个尿尿小童 怪不得可以在国际饭店里面尿尿 而且呢 被我讲了还不 还不知收敛还敢去告 用这种方式选举吗 这个案子里面 完全他们严家 仔细看的话 是 严家人跟建新的关系 比那个蔡奇昌跟建新的关系 还要密切啊 我觉得建新跟两边的关系都不错 平常你讲 昨天会麻这个去喷人家蔡奇昌 因为 所以你看是张雨萱出来讲 不是严家的人出来讲 因为 我有一个怀疑 严家之所以会对105号码头有兴趣 是因为 他的这个严寡人的弟弟当过 当过这个安顺 也就是建新的子公司 安顺装卸的监察人 好 那张雨萱讲的这个 蔡奇昌这个事情 他有时间差 为什么讲有时间差 蔡奇昌是立委落选以后 2008年的时候 有去当建新国际 应该是建新国际的这个董事 然后后来他当选之后 他就持董事了 因为要当立委嘛 所以 对方会找他去当董事 读董 一定有一定的这个 读董一定有一定的关系嘛 一定有认识啦 好 那 你在看建新 就这样的读董关系 就变成党了民进党的财路吗 不 因为他不能 我这边在讲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104号码头的经营者不能标104号 不能标 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要简短的 这个东豪帮我们证实的是 建新的旗下的子公司 安顺 安顺公司的监察人士 颜红权 还有 寇姐 这个建新要去拿 要去拿104的时候呢 其实就找了颜家的 二房的这个颜红权 去当他的监察人 对呀 用颜家的势力去拿下104 码头的这个业务 这个叫拜码头 说大家你如果听我就听我 拜码头 可是为什么他三年一任 他就撕掉了 因为 这边我补充一下 因为104跟105 如果说他不辞掉的话 他是104号的监察人士 104号的监察人士 104号的监察人士 105号他又是董事 这里面他就有垄断的问题 那时候码头工人出来抗争 为什么 他们说我们不能让一家垄断 我们的生气会受影响 所以他们是非常厉害的 先是人家去拜码头 我去当监视的 然后我乘风我要来 那个肉更大 那个时候是圆红是纯粹是演家 对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乘风 可是我知道我是说后来 乘风要来标105的时候 如果他再这个监视的话 所以他就非常厉害的先辞掉监视 对对对对对 时间去我们要搞清楚 对他先辞掉了 对 炎鸿泉辞的时候大概2017年的事情 我印象中2017 对啊 然后乘风是什么时候才有呢 2019年才主的 对 2020 2020年的时候才主的 也就是说 炎家吃不下来的时候 他才去弄散散散 所以炎家 好余将军 你要站在蓝营的立场 国民打人 这个 这个光是105码头这件事情 你辩护得了吗 唉 我说句实话 这个能够辩护的 只有炎家自己 对 因为你以一个 你说以党的立场来讲 第一个 你没有把真相告诉 所有要帮你想帮你辩护的人 那我们真的不知道 这个里面 你的这个关系是如何 你如何乘风 这个吸纳的四家公司 包含了两家是会做事的公司 因为一个财政管公司 他本身是会装卸会做事的 那另外两家是红派黑派 之间等于说你是主导这个案子的公司 那这四家公司组合起来 里面到底他是怎么样的结构 那你得标之后 你的利益是如何做分配 我们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不能随便帮你辩护 但是源头是严宽恒 利用立法委员职权 冻结人家预算 简历人家预算 去直询威胁官员 我插一句话 因为你看到105号码头很简单 他本来应该是公家自营 应该是台中长自己经营 被他们逼着便林营 就是严宽恒已经把事情 尾了差不多 可是在那个最重要的临门一脚 后来发现 他做不下 他吃不下 光我们洪权公司 我们原家做不到 他吃不下来 他吃不下来 因为他吃不下来 所以才要去找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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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张青棠 因为他跟他爸爸平辈 才要去拜托张青棠 这后面也是严亲不要再搞的 对 可是他吃不下来 他们为了要自家的利益 利用这个立法委员的职位 然后这个他们为了 有他们的那个招待所 一个公保地 这个几十几年来不被拆 也不被征收 那是因为他后面有一个台中市议会的议员 现在是副议长 情何以堪啊 孰可忍孰不可忍 光是这个105号码头要请教廷飞的事 昨天就有声音传出来了 你们民进党的交通部长在睡觉啊 你们民进党的王国财是这个白痴啊 昨天还讲说没有弊端的话 查而且呢这个合约不能终止吗 讲这个话是你们民进党的中常委啦 梁文杰啦 基本上喔 我觉得整个事件演变到现在啦 那也透过立委咨询 也确实港务公司有接到 所谓当时候有请来关心了解这个案子嘛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港务公司就应该把当时候整个的情况 1510的把它呈现出来 甚至是既然已经有这样疑云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请相关单位进行调查 那检调因为我们现在要预防的是 你看当时候我们在讲105号码头的时候 他的发言人怎么说 你们用国家机器查 那请问如果真的是查下去的话 你又说用国家机器来逼迫你们 你们又挨兵 所以我觉得现在阶段就是 港务公司你应该把所有的资料 送你们的阵风 阵风 就是说当时候到底怎么样 从所谓的工营要改为民营 尤其这个说明会 我一直强调就是105年9月22号 就在当下就已经决定了 所以并不是你颜宽恒所说的 哇你那时候已经没有当立委了 因为你当 在立委任内而且是民进党政府 刚刚上任没有多久 贺承担做交通部长的时候 而且是前面的这个 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交通部的一段政策上改变的这个 物局嘛对不对 所以必须查嘛 对 我再次说的是 你们不要被他们那种 胡说八道的什么国家机器 这些吓到了 不要悠缠未激了 这个我们在是非黑白的时候 就是应该公权力的行使了 不要弄到最后全民愤怒了 但你们才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 这个终止合约的考量 这个合约来的 有一个不正道的 不合法的这个可能性的时候 就有读书国理论嘛对不对 难道不能终止合约吗 苏贞昌院长应起来了 要请教朗东 这个案子继续下去 刚才连云将军都说了 105号码头对他伤害很大 但是我告诉你 那个招待所慢慢下来 对民众来讲感同更深受 因为大部分民众的违禁 只要一被举报 立刻就被拆除了 所以卢秀燕碰到的是这个 招待所的违禁的问题 而这个盐宽衡 跑不掉的是105号码头的问题 但是他今天居然 没有答复这些这个试镜 他把这个买招待所不是他 105号码头说他违法 他说法院见 然后今天去打这个弱势牌 看不懂这篇文章 但是我当然要祝福 这位被他利用的赵文正先生 这个老先生又变成他消费的工具 这个老先生是很伟大 说实话他是怎么回事 你了解你先帮我们讲一下 你们眼光痕只会演这种假戏 鳄鱼的眼泪加慈悲 然后用慈悲的面具 用假象去骗选票 这个老先生 赵文正爷爷在台中 其实很多人都认识他 他没有做什么大事业 他就是纯粹的做资源回收 做资源回收 他家并不是过不去 他家是OK的 家境是OK的 他做资源回收 所有的所得 全数捐给特定的慈善机构 包含了家福 包含了失落的 这个失学 失忽儿 他全部捐出去 他这个应该是超过了十幾二十年下来 他的捐献都已经受到了国际肯定 国际有颁奖给他 是国际 不是说我们国家 是国际颁奖给他 就他虽然他的成就 没有像慈悸的那么庞大 可是他持之以恒 没有间断的这种捐助的行为 已经受到了国际的一个尊敬 所以你到台中去 有时候就在路边就看到他 推了一个车子 一堆东西 宝特瓶 这个纸箱 他就是这样做 所以说那当然 颜宽衡就 就给他一些送碗 就是说可不可以帮助你 可不可以做捐助 他不要 这个赵爷爷说 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捐助 你要捐助你自己去捐 我就是做我自己的善行 我不要 意思是说你不要来蹭我 你不要来蹭我 我就是做我的善行 你有钱 你有事 你自己去做善事 你用你的名字做善事 你不要捐助我 我不需要捐助 我不缺 我是要抛砖引玉 希望我这样做 做给那些有能力的 你自己去捐 定期捐 而不是说有事才出来捐 他是十几二十年不断的这样做 不断的这样做 连他的太太都说 你年纪也大了 是不是休息一下 他说不行 我要做到我不能做为止 所以这个赵爷爷其实在台中 应该是不止台中 很多常常在做捐助善行的人 都认识这位赵文正爷爷 所以说他今天po了这个善心的这个文出来 就跟爷爷照相 然后跟他说 如果你有什么需求 别忘了找宽衡来帮你 那但是这个好意 但希望这个好意 是不是为了选举 是一直这样做 你是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这样做 你是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这样做 而且赵爷爷说 你要捐不要捐我 自己捐慈善机构 你就去捐 赵爷爷不要他的钱 赵爷爷谁都不要 赵爷爷只要用资源回收的钱 对对他谁的钱都不接 他谁要捐他都不要 你要干嘛 他先把那块地捐给台湘市政府 嗯 对啊 他可以捐的地方太多了 也可以解决盧修院 你说那个招待所保理 还有人怀疑说 他会不会选情不利 照选前前一天把他捐出去 因为他一捐的话 盧修院也不用拆了 所以啊 你有比对出来 这是假惺惺 人家赵文正爷爷也知道 你在那边演戏嘛 可是下面按赞很多 上万人按赞 然后呢 骗票 大家都觉得 还蛮暖心的啦 其实这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我希望持之以恒 天天做 不要为了选举而做 老公 盐宽恒这个发文里面 最嘲讽的是 刚刚他自己写的哦 赵文正 不接收任何的捐款 他坚持一切的善款 都要靠自己资源回收赚来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赵爷爷来讲 他很清楚 他做善事 重点不是金额大小 而是这个钱 是怎么来的很重要 因为你在做善事或捐善款 不是你的赎罪券 也不是你做坏事的遮羞部啊 如果说你做了一堆坏事 去窃毒供款 做贪污 然后你说好 那我就分一点钱出去 那每一个人都去抢银行啊 每个人都抢国库啊 从国库那边把钞票搬出来 就说我捐给持算团体 我捐善款 所以我就是一个好人 任何的一个犯罪 都一笔勾销 这样像话吗 今天为什么会讨论 105码头这个事情 背后很单纯 如果这件事情不是言宽恒 他拿他立委之间把手伸进去的话 港务公司已经在经营义务码头 这笔的收入是国库的收入 是纳税人 是全台湾中华民国民所有人的钱 被他们言家包含是说 红派上一堂一起把这个钱给拿走 然后结果呢 他拿了这么一堆钱 每年5点多亿的105码头的利润 他现在分出来多少 8万4千块 然后说这个是因为是效仿 这个赵爷爷这样的一个精神 你照比例来看啊 我先不管这钱是不易之财 你好歹叫做8亿出来吧 你还捐个什么8万4千块 人家是做资源回收辛苦 一步一脚印累积的钱 8万4千对赵爷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金额 因为他很辛苦去累积 做资源回收 一天赚几十块 你每天那个数字是几十万 几十万在跳 一年是几亿几亿在跑 就你就赚8万4千块钱 好像你跟辛辛苦苦在旁边 在在街上做资源回收的赵爷爷 也是站在同一个天秤上面 是这样子去蹭人家的 然后共同学回头去讲 他说他这个土地的这个问题 一比一比都讲不清楚吗 一开始是说什么 哇林静怡不够在地 结果发现说他自己呢 就住七七松涛园 然后接下来发现说隔壁 还有一栋豪宅 然后登记上面是3349万 3000多万 他自己呢在受访节目 就脱口而出 哦那个实际是买8000多万 5000多万的财产 就这样子被他隐匿掉了 现在又爆出来 是说在南屯的这个私人招待所 那我刚才也就已经突示了 Google的一个图片证明 他南边的那块公园 原本根本就是块荒地 有些居民就在那边 这个种种田来干嘛 这根本就不是公园 为了他盖成公园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是讲出去之后 你知道因为过去 有非常多的一个建商 他要去盖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要去任养公园 建商掏腰包去任养公有地 因为他旁边房价都有帮助 很多建商会联合在一起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双赢局面嘛 他的这个土地增值 然后但是这个在地的这个居民 也享受到比较好的生活品质 他没有耶 他那块地呢 这个公园 市政府竟然去帮他处理 我觉得这事情就进一步查 看起来好像小小的一件事情 但其实完全不小 为什么 全台湾很多人 他的这个土地呢 光是说公寓楼上 是不是顶楼加盖 什么时候会被拆 心理提心吊胆 或者是说但是只多盖一个车库 就已经盖了很久了 想说市政府会不会觉得 这个是違建 然后过去到他这样的一个说法 突然变成一块公保地 公共设施保留地 政府随时可以拿回来做儿童游乐园的 就被他变成豪宅招待所 我觉得这个对于全台湾的人来讲的话 那个心情是完全不能接受 有些人他可能没什么钱 他会去买工业宅 照理来讲这个在法规上 是有一些灰色地带跟争议的 光是这样 其实大家就觉得是说 鲁学人到现在还在装 装了不装看他的事情 说这个事情我们再看看 意思就是如果火没有烧起来 他就装美式 他就继续装美式 不想处理这件事情 这完全去颠覆了 我们对于法治的一个思维跟思想 105码头他最可恶的事情 还包含的是说他去冻结 港务公司的预算5000万 然后就要出来解释是说 那个是为了环保 不要再骗了 他那时候这个职讯内容都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违反与民争议的这个原则 不与民争议 所以他觉得是说 你这个跟民间公司抢钱 港务公司呢 这个公民共营机关 跟民营公司抢钱 所以说呢 这个要洞见你预算 用这么阿拔这个方式 是公然用职权去处理 我觉得这个不能够解释说什么 依法 用依法行政来干嘛 你立法委员就是订定法律的人 你可以让非法变成合法的 所以我们对于他的一个检验瓜 包含利益回避的一个原则 必须要很清楚 检察官应该主动调查 这个案子 怎么可能就这样下去 过去有多少名议代表 打一通电话 或者是收购案当中是怎么回事 徐有名不过就是去参加了一个公厅会 那个钱都还没有收到 有没有被那个检察官跟调查局约谈 调国洞这些人 他们做了哪些事 他们有最后完成这个收购案的这个官说吗 没有 现在一个个的都在看守所里面被羁押放出来 现在还在吃官司 你们颜家这样通天通地吗 胡作非为吗 国民党你还要继续沉默沉落吗 搞得我们于家军平常讲话还正气凛然 现在都要怕怕的哈 什么玩意儿啊你颜家 我们继续追你卢秀燕你当一个台中市市长 你今天昨天你可以躲 你躲得了仪式吗 你再怎么躲你明年底要选举的 这令人愤恨的地方就在于 他靠那个无形的威吓的力量 在外面靠他的人马在那里撒网 然后自己在那边假慈悲 还去搞赵文正爷爷 还说你不要我的钱 人家就是不要你的钱嘛 那他还说至少我能够握着赵我文正爷爷的手 说谢谢 恶不恶心哈妹妹 我觉得颜家让我最不能忍受的是 你们到底要扛好人或扛公家多少凯 来成就你们自己 你那些法相庄严的背后实在是 人家还有妈祖勒别忘记 对是看不下去了 我想赵文正爷爷非常简单 人家一点一滴都是辛辛苦苦 资源回收来的 你心中对人家有一点点尊敬 你好意思吗 你好意思去蹭人家吗 然后再作为你遮羞部赎罪劝吗 你好意思吗 如果你心中有一点点是非廉耻之心 然后公家的事情也是一样啊 是不是你今天你好意思吗 你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人家原始是要做儿童乐园的 就现在被你这样子 你用你的权势吧 是不是变成你的成人政商乐园 你好意思吗 那在这里面我要请问 从胡志强到卢秀燕 你们好意思吗 胡大市长 你一听说有个外号叫做开发市长 你非常喜欢开发啦 14期啦是不是 在这里面 我请问你 你怎么遇到他们家 2011年 明明是公共设施保留地 你是怎么样给他临时执照的 你又让他能够建造 你又让他使用执照 你是怎么给的 我请问你啊 然后这样子 漂白了之后 好了 经过了林家隆 到了卢秀燕 现在这件事情被踢爆了 今天讲的原则就是 违建事举报就要出 对 那卢市长你为什么躲起来 卢市长我必须要讲 你的连任之路 你遇到多大风险 你知道吗 第一个 大家就刚刚向Coco说的 你说的妈妈市长 儿童乐园变成成人政商乐园 你可以忍受吗 这第一点你不见了 你是双重标准吗 你甚至前几天 你还这样子来帮他站台背书呢 你是要还人情呢 还是因为你明年要选举 你需要严家的帮忙 你得罪不起呢 妈妈们会这样吗 妈妈是爱小孩的 市长是爱市民的不是吗 在这后面有多少见不得的假象呢 在你表面非常亲善 非常这个与民亲近的背后 这里面拆开了 不就赤裸裸的政商闹剧吗 再来第二个 你连任之路的风险是什么 当你法相中你的说 我就是要减煤 我为了台中好 所以我这个燃气基础 我就是不给你先弄 你除非把燃煤的基础先拆掉 不明就里的人以为说真的好像有道理 可是你如果细旧起来 你当然是人家这个燃煤基础 是当作备用的基础 你燃气基础一上来的结果 你台中的空气就变好了 台湾真的是往绿色能源更迈进了 你为什么要挡 你表面上说你是为了台中市民错 你一挡再挡的结果 你让燃气基础一直上不了 你是在残害台中市民耶 赚到的是谁 不就是严加的利益吗 煤一直进来 一直进来 钞票一张一张的数 台中市民的费 就一口一口的吸那些肮脏的空气 天啊 你们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背后是什么居心啊 所以看他一个人违剑 就已经揭穿了卢秀燕的市长的位置 原来他真的是卢秘书啦 市长 他这个公道案 名称叫做真爱导交 导交不怎么办 但是他跟他讲两个 他跟他讲两个 他跟他讲两个 政府一边做不办 政府一幕一边的 日本人员 我而言的 都市仍台湾 amen 的运活的 是1932公斤 steering机 2 Quechino 我们的万一流 借车 94公斤 南 aw 胡赢 193公斤 你看这 affect 說的啦,我們無力也再負責就對了啦 這樣可以啦 負責200公斤,我們要負責 不僅是這樣喔 他現在負負負責,拿上去,他電腦已經去好了 基礎,有辦法做不好 現在我們這個,大旁邊的經典衣服很順暢 如果可以順尾關閃,明天後 2023年有這麼多電 發負責一天呢,發一百三十七五天 可以供應給法國,也可以供應台灣 也可以給我們中國媒體發展檢查 所以在欄賞不齊頭 他不跟我講收藥到錢 也不跟我講政府已經遊到了 布 여러很子評說不太 Cinema 春天就這種的名樣 他的 build seinem 田田之彈很自髒 出る他可以有 build our build Aus the wayne 老大不才是我爸超人 他這麼多人 替黃大家知道嗎? 奧親基金發展 那麼蓋在近發展目標記好了 沒人發展 台灣發展 中央為負面發展沒人棘叫 運動的對面 另外還有發展中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本來都做了發展 我們把表記回來 把體制排走 套餐來做 現在全世界 最近這幾個世代運營技術變成人 有很多電話 邀請中國 每天都會有一個情緒 你如果沒有情緒 要給你購買 每天都會購買 哇 他們都給我們中國 中國技能 未來三平和才的經濟 這個公道是為了保護大家的健康 所以他要停止這個公道的經濟 但是他都不能夠 我告訴你 政府也要做好 這個體力我們全八塊都不夠 他也沒有給我們過 阿民啊 這個無的經濟 我當年比台灣都不夠 都不夠 都不夠 我實在不夠 政府怎麼保護就好 第一場 第一場 就是民族國際平衡 這個幾萬怎麼來呢 是天下國 國際是平法典委員的 所定的安排標準 你這個標準 如果超過 這樣看起來 美國也不太好 你如果沒有超過這個安排的標準 就是標準是水平豐富英勇 安排的空間 這樣才不瞭解 大家有同意嗎 用國際的標準來扒歸嘛 其實我們說一句 我們台湾人真是水平豐富 他才說阿 我們還是去做一個標準 你做什麼啊 你後面先來看,你會做新聞,新聞的表情,你會再多幾% 這是什麼標準? 所以用安全標準來做報告的行李,這一定是現金多餘的政策 第二標準是三個,韓國的健康的標準是三個 就是說,民進黨開關來,拼拼共拼消拼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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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消 沒有人,失關,韓國的安全是台灣人的失關 我怎麼說呢?我們今天很多人也在這裡 你們要錢嗎?都在哪裡? 在這裡,傳統在這裡,我們都在台灣第一把問題工作 所以錢不能五歲,不能五歲,我們才去買錢 所以紀元,我們要五歲現在就不應用 所以我們要台貨 白禮人說台貨為什麼呢? 沒有計算台貨為什麼呢? 會被兩個關水 我們現在要向美國,本地進行,鄉平沒有欺負賺賺賺賺 美國政府也歡迎台灣 因為台灣就要接受國政府的規模 歡迎我們家庭 看太平民,東方,全民進步不一樣 哇,這會做不到 每天都要說,十幾個國家,每天都要做一個團體 鼻子中間做生理,萬歲減免 我們如果無法跟我們家庭在這裡 我們的兄弟跟小小姐的國家 包括貪婪吧,不會受益 所以,我想要給各種技能的 這些是重要的國家 我們中國人應該要運善管制,你都不願意嗎? 前面那些是赤裸的違法貪婪的 用公家的資源 用各種巧取豪奪的方式 壯大他們嚴加 有這個倉儲業務 然後還有一個招待所 也是用公家的公保地 但是我覺得光這件事情 剛才這個 余將軍還說下面按讚一萬多 人家是按給招文正爺爺吧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消費人家利用這些做善事的人 那更邪惡耶,那更毒辣 而且更令人覺得不齒耶 我覺得台灣社會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社會 我們對於社會上好的事情 好的人 我們心裡都有一把尺 那這種製造出來的內容 事實上大家心裡也都那把尺 我相信所有人按讚是針對這個造業也按讚 然後把整個整數交給這個國家 這個土地更需要的人 這個是我們要的善性 但是在這個文章裡面 你有沒有覺得很多事情其實是矯情的 容許我說矯情 我也要呼籲我們可以發起一個活動 來幫他改寫 這裡面有一段說寬衡能做的不多 但至少能夠握著趙文正爺爺的手 說聲謝謝 各位我們就來改寫 告訴寬衡他能做的是什麼 告訴他能做什麼 我們幫他改寫 把地捐出來 第一個剛剛兩個數字 是啊 一零五號碼頭 牢牢我們的廣大民生 牢牢我們的政府官員 牢牢我們的空污 不要讓他繼續惡化 他能做的大家可以感謝 還有一個啊 八一七第一號啊 我們能做什麼 寬衡能做什麼 各位趕快重新丈量一下 到底你的樓地本面積 是不是兩百平方米 我們怎麼看都覺得好像 快要一兩千平方米 第二個是 當初如果建造申請的數字 有不一樣 應該主動去把它更新 第三個 如果說那個看著你長大的人 他下不了手 你可以跟他說 周杵除山海 做錯的事情 本來就要正面去毀滅 把他捐出來吧 該做的就應該要做 他做學校啦 他不是說他要捐給趙文正爺爺 捐給惠民學校八萬多嗎 把那個地方弄出來做幼兒 做養兒園也可以 做療養院也可以 做療養院也可以 要不然就是捐給政府 做兒童樂園呢 你原家能夠把這個地捐出來 要不然你就要被徵收出來 或者是你要被被迫 被拆掉 總而言之 捐出來還可以 今天有非常多的這個差異嘛 對不對 今天有非常多的這個差異嘛 今天有非常多的這個差異嗎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